炎炎的治疗方法有哪些? 孙剧州、西电集团医院、耳鼻咽喉头菌外科、主任医师 炎炎它主要分急性炎炎和慢性炎炎 他们治疗方法主要有第一个是病因治疗 病因治疗就是顾名思义 比如说患者的生活的一个环境是他的这个病因的话 我们可以建议他脱离这个环境 比如说患者有鼻炎、鼻窦炎的时候 我们建议他积极治疗、鼻炎、鼻窦炎 这是第一个 第二就是局部治疗 局部治疗我们针对炎炎局部、淋巴、滤泡等 我们可以用一些手术的或者是一些药物的一些治疗 我们针对炎炎进行药物治疗 第三个是对症治疗 对症治疗就是根据炎炎的症状 比如说他有的人急性炎炎,他有炎痛 慢性炎炎他有炎义物感 还有炎痒、炎肝等症状 我们用不同的药物对他进行治疗 第四就是中药治疗 我们针对慢性炎炎 我们可以用中药治疗 专家提示 一、一是病因治疗 比如患者因环境而起 建议脱离这个环境 患者有鼻炎、鼻痘炎时 建议积极治疗 二是局部治疗 针对炎炎局部淋巴、滤泡等 采用手术或者一些药物治疗 二、三是对症治疗 根据咽炎的症状 比如患者有急性咽炎、咽痛、慢性咽炎等 用不同的药物进行治疗 四是中药治疗 中药治疗